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木哲 是我阿子 苏木哲是端午 这怎么可能 有人说是他杀了桓郎 桓先生不是我阿子杀的 我阿子一定被人冤枉了 掌柜怎么可能杀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呀 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说什么呀 放车 官府办案自有流程 本官也定会奉公执法 还请各位稍安勿躁 你先去说吧 你先去说吧 大魔回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改名字 从大魔回来我阿子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知道他吃了很多苦 背负了很多东西 要不是今天帐郎君你来 我都不知道有人要控告我阿子杀人 帐郎君你一定要相信我阿子 我肯定相信端不会干出这种事 但是我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清白 他与桓郎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是琼花会初始的桓郎 阿子和桓郎情同姐妹 桓郎死了 我阿子比任何人都要伤心 要不是我去河边乡 我阿子也不会被人诬险 我只知道给他添麻烦 什么都帮不了他 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知晓 但今日有人状告他 我也不能寻思 明镜台还是要暂时查封的 而且他也会被通缉 请章郎君一定要为我阿子洗清远去 这点你放心 端午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现在跟他形同陌路 他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 你们这一路走来经历这么多 你真能不管他的死活 而且我也绝不相信端午会杀人多脏 我不管他现在改成什么名字 经历过什么惨痛 我告诉你 在我心里他永远是那个疾风咒语打不倒的端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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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